真如 真就是不假 不假叫真 如叫妙印 就是印章的印 印光大师的那个印 妙印 那为什么要提不假妙印 所以正在一切 缘起当下 你才能够知道它的不假 假者假缘意 能假缘的一定从来不假 缘自己不知道种种缘 所以直下担当大圣佛法 汉传佛教里面就是要你担当一切假缘 当你担当一切假缘时 就是真性显现出 因为那一定叫做不假 所以这种逻辑只有汉传 现在在古德的文献你看得到的 藏教因为叫做义 就看不到 他只要你行门 就是怎么持咒啊干什么 你看不到的 因为藏教就是密教 你看不到这些显义 也就是义理的不断的辩论显义 但是除非是你在藏教行为之中行持 因为佛法中讲决心顾 你只要一心赤神这样行持 哪怕是持一个咒 哪怕是捉一个像 你天天面对 因为决心赤神顾 发心正真顾 不堕在种种外道 种种遐想顾 假想顾 你将来就在这个上面修 你还能够扩通 所以最后他可以跟你变法 跟你论法 这是密教 所以密教它不是在显义之中 一直在接引众生 因为为什么那边是密教 这个就是要稍微讲一下 但我觉得没有任何棒的意思 佛教在世间要应一切众生根基 在藏教那些地方都在世间中叫做什么 虽然不叫边地 但是都叫做过去身中 没有与众生结果大善缘 所以活在那边 一切资源 甚至于任何生活的环境 环境可能在修行上 你会觉得很好 可是在生活上 在一般繁复上 你就会觉得那就是偏 那就是缘 高 连空气都稀薄 对吧 你想好好吸一口气都很难 对吧 所以那就是过去 没有与众生结福德的地方 因为在苦难处才有大菩萨是没错 但你不能说那边都是菩萨 是不可能的 是绝对不可能 在苦难处有大菩萨去 是没错 所以站在那个地方中 教一些众生行持时 你再跟他讲一些明白道理 他不接着能懂 为什么 因为过去没有如是福德顾 今天世智 就是意识跟智慧 还没办法体会 所以他就直接告诉你 你不能依上师来学 依这个发心 我教你 你只要在法中 你不要起祸 但这个上师既然叫上师 他一定不是邪师 不像现在比比皆是 都是上师 都是活佛 对吧 哪有那么多活的的佛 那人家在师中才能够叫做佛 看你的决心 那不是每一个人按一个名字叫活佛 所以在这个上面 才会什么 才会有藏传 那个直下教你 那叫密 上师心中明白道理 他一定要明白道理 但你虽然不知道 但你随我修 我就让我生直 密直在你心中 为什么他能够用到如是的作用 因为他明白决心的作用就是如此 就像我跟你讲说 人要是走进大山 他为什么看见大山 他就能够崛起 只要你不刻意去战断 如是决心 你的决心中 他就有办法这样子以决应决 能够自决 能够决他 所以在这边才能够讲到密 所以在密中还有一种像 就是什么 他不是用显义之中教授 他是要在众生如是业力当下 他就是启发众生 那种赤诚恳切 你只要回头来认 你的学习心 你最初不明 但是我却在你不明处 已经能够升职 密移 密移啊 就是你渐渐转你的心 已经密移 你这种智慧 那也是密教的显像处 所以密教一定是在哪里 你会看到 那都是比较苦难众生处 所以站在中原 中原就是过去 你可能还有修一些福德 当然中原有苦难人 但比比皆是 就是过去有众生修福的人 也有造业的人也多 但是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 还有这些懂得修福的人 不管是在儒家 或者在修行上面 都还有圣人处 所以在这边的人 你直接跟他讲道理 他就要在道理下面去参 你要是心性中不明道理 你要在行持的话 那叫做无明 所以这边叫显教 你要心性之中能够开显 也就是你令你直接 要在心性之中明白道理 你才能够下手 你才能够有立足处 所以显教之中 念念之间就要在你文字上 道理上 你要安部 那为什么有这种两种的差别 佛法应试 他就要随众生不同的业力 他要显现不同的教法 因为有不同的教法 你才会知道 原来大觉心体的这个佛法 这个佛教 他有能显处吗 他一定也有什么 也要知道哪一些众生因缘 应该为他隐忍密直处 所以这才叫做什么 这才叫做如同我上次讲的 无主红人 你要知道红化的那个红人是什么 所以绝对不会说在那个密教中 有那么多的活佛 那不可能 那活佛就是刚刚我讲的那种活佛 那就是那种活佛 是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什么 不假 才能妙印 他不要说假缘任何时间的那些 孩子能忘做的造作 他在一切行持之中 一切缘起当下 缘起都是假缘 但他能够挣到心中的根本 从来不假的亲民 因为你明白那个不假的亲民 才是当下能够应缘之所 他应缘之处